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顾问身份 参与三月底在海南岛举行的博鳌论坛 会不会跟下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 国台办这么回应 只要是有利于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情 我们都持积极态度 这话让无理两人在博鳌会面的几率大增 但查询博鳌网站出席政要贵宾被分成四类 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列明政要前政要这一栏 另外三类是政府官员 国际地区组织跟商界领袖 吴敦毅担任顾问的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 跟通用三星等公司被分类在商界领袖这一栏 所谓的一中各表表到哪里去 已经是完全破功到13号为止 并没有我国在前政要 甚至官方代表的一个身份 完全没有 如果母后论坛再三强调 只是台湾官员要履行之前 到中国素质的一个冠意的话 那我们认为这个是上权入国 不仅民进党质疑 吴敦毅参与身份被矮化 吴敦毅参加博鳌论坛的申请 上周已经向博鳌论坛提出 但内政部至今还没收到 吴敦毅的负重申请 这个是自我矮化 作建了台湾的主权 一定要向中国申请同意之后 再向我们的政府来申请 这个是把台湾的主权地方化 吴滬总统去博鳌的话 其实是一件好事 可以去跟各国来沟通 那可是还是要注意程序 即使吴敦毅已经没有官方身份 但身为国家未来副总统 又是马总统的左右手 从副中名称到申请程序 国家主权可不能被牺牲 明星文众报导